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在杯子里很好看,所以就用了这个杯子 建议大家种一些啊,在自己的花盆里都很简单的可以种薄荷 所以出了很多汗很舒服 今天想给大家说个主题呢,就是昨天 在新闻里我们看到一位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主 麻原彰晃,麻原彰晃 被绞刑处死了 对一些受害的人绝对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 大快人心的事 其实我在几年前看到过介绍他 也是偶尔的,因为我也对所有宗教进行一些研究的时候 看到美国的,我看到麻原彰晃 麻原彰晃呢,确实是个邪恶的人 大家有机会一定在上面 YouTube啊,还有各种资料都会看到他具体的详细的情况 我个人呢,就是 今天说两个主题吧 他 他害死了13个人 不是他直接害死的 他是使用了化学武器,化学药物 然后他有五个元凶 都是三十几岁的 而且其中一个教授是最老的,四十几岁 他们研究了自己有实验室,然后研究了化学药品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是最残忍的 最冷血的一次 杀人事件 1995年 在东京的地铁站 6000人 直接受到伤害 有的人失去了双眼 有的人他整个呼吸道会有很多问题 有的终身残废 整个这个事件发生在1995年 一直到今年 昨天 这个罪恶的 邪恶的人 才被绞刑死了 23年 实在是个不短的时间 许多受害的父母 爷爷奶奶 还有 他们的亲人 都没有眼见到 这个邪恶的人受到惩罚 而他却在活在监狱里 活在23年时间里 所以我真是 非常不能理解 但是后来 我研究了资料 我发现 我们不得不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法律呢 不会随便侵判一个人死刑 第一 他法律会说是 特别是 如果这个犯人有精神病 他心神失常的 是不可以判死刑的 只能判 无期徒刑 那这个最大的恶人呢 麻烟彰晃 他原本的名字叫松本 因为他建立自己的邪教 教会之后 曾经有上万人的追从者 大家仔细看吧 我不想介绍他的邪恶了 就是说他本身呢 在东京地铁站这件事件发生的同时 他已经拥有了7亿美金的家产 他搜索了很多钱财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就是想发财 就想赚钱嘛 所以他才走向这个邪恶的道路 他本身就是 拥有了这么多钱之后呢 我就相信他在这23年里 他最大的争取的一件事就是 保他的命 拼命的保命 那钱就帮到他保命了 为什么帮到他保命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说 他曾经制造了武器 他在用钱收买一些日本高层的人 然后他现在在临近 受到这个酷刑 绞刑死亡之前呢 他又拼命的挣扎 那肯定的啦 他用钱第一 他就买通一些高级官员们 然后证明他无辜 然后呢 请律师 那当然了 律师你给我钱了 我自然我就会研究一下这个案子 然后呢 去找一些证据 去挽救他的生命 另外同时 他还有其他五位元凶 这些元凶都是三十多岁的 他们确实是化学专家 物理专家 非常遗憾 你学完这些是用来伤害人 而且这些邪教认为 杀人是救人 在任何常理 任何道德规范 任何教 宗教 任何国家 任何文化 任何一个 作为正常的人类是不能接受的 杀人怎么可以叫救人 很难接受 因为我几年前看到这个 我就是当一件事了解了 我没有完全看完 但是我知道这件事 而且也知道他的邪恶 我没有成想他还活到昨天 所以 那更让那些受害的亲人们 他们的亲属们 一个失掉女儿的妈妈 每天在他们女儿的面前 那像照片前 看着他那个小包包 多痛苦啊 我都确实都哭下 都哭了 看得很可怜的 自己23岁的女儿 星期一早上去上班 然后就 无辜的被残害 就死掉 那再说回这个罪恶的人吧 他 因为有钱了 所以呢 他也觉得他自己 他自己的 这种个人的这种 这种扩张的 这种 嚣张的 这种收不住的 这种 这种邪恶 然后在日本制度下呢 有那么多的 这些信徒们 但是他已经开始杀人了 他杀了一家 是因为想离开他的 有些觉醒的人 就是在他的操控下 受不了了 于是就要离开 结果还是被他 毒死了 那收回他的钱 所以他才让他维系到昨天 而且呢 这个 日本的法律呢 就是这一大漏洞 一大漏洞 就是说精神病人 不可以 判死刑 于是他就 抓住这一个 唯一的 一棵稻草 他要想活下来 然后呢 他就 立刻就装疯卖傻 然后就 谁找他 律师找他 亲人找他 全部不知道 就是精神受了刺激一样的 然后装疯卖傻了很久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他甚至呢 他甚至呢 不看电视 不看报 就是装疯卖傻到 他住的地方 他吃自己的粪便 我可以 他杀人的人 他现在倒知道自己珍惜生命了 他也没有去忏悔嘛 他没有去忏悔嘛 他没有去忏悔嘛 他明显的不去忏悔 如果他忏悔的话 他会坐在镜头面前 他会说 哎呀我 我 一定 我感到 我的灵魂 在 在重生 我受洗 我要 反省自己 他 一件事是没有做 没有做的 因为他在装疯卖傻 同时他就是不认错 没有道歉 没有忏悔 所以他的邪恶永远没有解脱 那另外那五个人呢 他们在 在 监狱当中 他还讲到自己的 就是放毒药的 放化学药剂的时候 在 他看到对面一个可爱的一个女人 他的 他的瞬间 他的灵魂是受到冲击的 他会 受到谴责 强烈的谴责 但是他最后还是下了手 好像完成使命之一样的 人就是走到邪路 走到邪恶的时候 真的不可救药 就是这样 这双飞机 就是不可救药 他们其中三个人 都在 那一时刻的 那种 那种灵魂的 那种 那种 他善良的那一个人性 突然出现 然后 他感到一种 惭愧 感到一种 内疚 但是忏悔 可能是瞬间的 或者是很短时间的 但是他最后还是做了这件事 那这位教主呢 他原名叫松本 他根本就没有这种忏悔 没有忏悔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可能他认为我自己 我有钱 我有事 我有关系 然后呢 我 我有信徒 我是正确的 他那种 永远不回头 不忏悔 就是个人这种 这种 这种权力的膨胀 这种膨胀过渡了 那就是一种迷失 那就是一种 不可救药 完全是这样的 所以谁也救不了他 而且日本的医生呢 很多专业医生 还要去去去去 证实他 用各种什么 检验体验 来证实 最后说 你没有病 你是装疯卖傻 你是装出来的 一个害了那么多人的人 到最后也在拼命的 挽救自己的生命 也在抱他自己 那个可怜的生命 可怜的生命 可见人们 无论你是善良的 还是邪恶的 我们对死亡 都有一种畏惧吧 那你在那 坐在那个监狱的房间里的时候 你没有仔细想想 你凭什么要夺走人 别人的生命 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为什么不好好仔细的反省 忏悔 看来他没有 因为他的邪恶呢 就是说他在 他作为教主的那些年里头 他有13位以上的情妇 而且甘愿的为了他生15个孩子 他自己还有原配妻子 23岁的时候 而且他生了三个女儿 他们的家庭都在这个邪教里 不可救药 不可救药 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最大的悲剧 最大的悲剧 我在此呢 也是为那些 无辜的失去生命的 无辜的人们 表示最大的同情和哀悼 还有那些受害的人 那化学武器是最伤痛的 是最快最直接的 你会口吐白沫 你会眼睛出血 因为很多警察很多救护人员冲进来 就像往常工作一样 他们走到第一线 他们也不知道有人下了这么大的毒 人心太险恶了 太太险恶了 太险恶了 我们可以去信教 我们可以找到一片安息的地方 教堂或者佛堂 然后呢 你在那里找到一个 让你身心能有放松和安息和休息的地方 或者是你更 遇见更多有博爱的 遇见更多能互相帮助 真正帮助你的人和人群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但是当一个 一个所谓的教呢 走入了邪途 走入了迷途 而利用他个人的这种 个性的膨胀 而且走入了邪恶 这是 万万不可以继续 所以恶人有恶报 虽然时间确实长了一些 1995年到2018年 这个恶人终于得到惩罚 所以我们 都要与人为善吧 做我们尽可能的 不要因为善 大我们做不到 又不要因为恶小 我们才去做 所以我相信 我们做一个善良的人 是对的 好 我们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